昨天七点钟我们放的是一个视频 就是生命的网络 里头主人公他谈到他的女儿子女 当时说到子女来到这个世上 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 我亏欠他们很多 大概的意思是这个 我想请教郭老师 在日常生活中 为人父母需不需要过于强调 子女要感恩于父母 是这样 我是觉得不要一直强调子女要感恩父母 你做出德行出来 你懂得孝顺 就像说你如果一直强调子女要对父母亲孝顺 这个子女他反而会觉得有问题 如果你本身你做出对长辈的孝顺 子女他们自己会看齐学习 那要让小孩子 那要让小孩子懂得我们要感恩所有为我们默默奉献付出的人事物 人是要有感恩的心 但不是强调要对父母亲感恩 这样知道吗 你家长父母亲你是要引领小孩子让他们对万物 我们以前看不到的那些默默在奉献付出的 我们要对他们感恩 比如说以前走过街道 看到那些环卫工人在扫马路的 以前可能会瞧不起 甚至有的父母亲还会讲 你如果不认真学习 你以后就像他们一样在扫马路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瞧不起环卫工人 好 有一天如果我们为人父母能够引领子女 孩子啊 我们有这么清洁美丽的生活居家 我们要去看看那些环卫工人 他们在默默奉献付出 我们要感恩他们 不是去瞧不起 而是要懂得感恩 怎么引领小孩子去看到 以前所没看到的那个角度 让小孩子从小就能够对 默默为我们奉献付出的人事物 我们都要有感恩的心 包括进一步来到 引领小孩子 告诉小孩子 我们有我们现在外面下大雨 那我们有这个房子 帮我们遮风避雨 我们要感恩这个房子 要爱护他 小孩子从小 他在大人正确的引领之下 他就会对万物充满的感恩 而不是去引领 对父母亲自己 OK OK